大家好啊 19点55了啊 现在天还亮着 这个讲一个跟上海有关的话题哈 待会给大家听一段小说啊 上海人 当然我是一直生活在北京啊 93年 我在上海工作了大约半年啊 我们的公司在和平饭店 就在外滩 挨着陈毅同像啊 和平饭店老饭店啊 那个楼梯 地板都是木头的 踩在上面都直嘎直嘎的啊 然后我们住在哪呢 先住在一个电影院 电影院的招待所 电影院开的小旅馆 有时候偷偷溜进去看电影 后来我们住到了 徐汇区啊 赵家邦路上海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 那个那个招待所 哎呀 冬天没有暖气 有暖气片 他不供暖给我冻感冒了啊 不过那个那个地方好在哪呢 改天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那个地方是老电影 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的外景的拍摄地啊 可能也是一部分内景 有个台阶 然后那种阳楼 是保密局啊 这个国军啊 国府保密局上海站 张忠年站长 上校站长 刘孝辰 是吧 阿记 老三 他们的那个地方啊 所以挺好玩的啊 呃 我们邻居啊 我住安定门外青年湖 我们邻居有一家子 就是上海人 这个男的 小矮个 个不高 戴眼镜 丝丝纷纷的 女的应该是北京人 呃 大高个啊 长得比较气派啊 俩儿子 这俩儿子 反正都结婚特别晚啊 这个那哥哥 开过一个汽车修理厂 然后那个 反正每半年左右 欢迎女朋友 女朋友 都是比他年轻不少的 基本上都不是北京 北北京人吧 反正全国各地的 也都是有文化的啊 不是那种风尘女子啊 他弟弟有的时候 就到歌厅混一混 反正 但是前两年也结婚了 现在也生孩子了 但是当爹的时候 差不多都快五十岁了啊 就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这个 呃 他那哥哥 跟北京的江湖上啊 说的白一点 黑道上有名的 几个大流氓 大丸主 哎 老炮 有一个叫哈僧的啊 是哈僧还是哈曾啊 有人说是哈僧啊 这个南城的 宣武的啊 他后来做房地产 那他那哥哥跟他混过 还有我在风台酒家工作的时候 后来去那邦尼炸鸡店 啊 有一个上海的同事 他们家比较会过日子啊 人说这中国人里边 最长寿的上海人啊 吃啊喝呀 都特别的小碟啊 小盘啊 小碗啊 但是人家蔬菜种类多 所以上海人长寿啊 还有我一个客户 客户是那个中国连环画出版社 就在朝阳区安华里啊 安真桥和安华桥之间 安华里 那个行政处处长 哎 是我的客户 他上海人 他说我是上海人 他说但是我在北京很多年 我喜欢北京人 哎 这么着啊 有这么几个 在巴塞罗那 我们也认识几个上海人 啊 还行 不错 处得挺好啊 有来有往 他们有时候回上海 回来 还跟我们带点礼物 也上我们家来搓点饭 聊聊天 还不错啊 有理有面啊 挺好啊 我们呢 下面我们听一听啊 关于上海的一个中国经典小说系列 牧石英姓牧啊 牧国英的牧 叫牧石英 这个题目叫上海的湖布 上海有一部分人叫老克拉 是吧 老克拉讲究说英文 喝咖啡 是吧 就跟那周里坡说的似的 周里坡不说了吗 我们是喝咖啡的 郭德纲是吃大蒜的 他不一样 在上海对我吃过那个小绍兴 是吧 我是那个北方工业大学 西志门外大柳树 北方工业大学的 北方交通大学 北方交通大学的校办企业 蓝通公司 杭州分公司啊 在杭州也待过 在上海也待过 上海的湖布 一个片段 这嗓子 牧师英 上海 早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呼吸 大月亮爬在天边 照着大园野 前辉的园野 铺上阴灰的月光 再欠着深辉的树影 和村庄的一大堆 一大堆的影子 园野上 铁轨画着弧线 沿着天空 直伸到那边的 水平线下去 林肯禄 在这儿 道德给建在脚下 罪恶给高高地 躺在脑袋上面 拎着翻篮 独自个儿在那走着 一只手放在裤袋里 看着自家嘴里 出来的热气 满满飘到蔚蓝的夜色里去 三哥穿黑绸长卦 外面照着黑大褂的人影一闪 三张在泥帽底下 只瞧得见鼻子和下巴的脸 遮在他前面 慢着走朋友 有话尽说朋友 咱们冤有头战有主 今儿不是咱们有什么跟你过不去 各位各的主子 咱们也要吃口饭 回头 您别老怨咱们不够朋友 明年今儿 是你的周年 记着 笑话了 咱也不是那么不够朋友的 一扔饭篮 一手抓住那人的枪 就是一拳过去 砰 手放了 人倒下去 按着肚子 砰 又是一枪 好小子 有种 咱们这辈子再会了朋友 黑绸长裙 把泥帽一推 叫搁在脑勺上 穿过铁路 不见了 救命 爬了几步 救命 又爬了几步 嘟的吼了一声 一道湖灯的光 从水平线底下 渗了出来 铁轨隆隆地响着 铁轨上的枕木 像蜈蚣似的 在光线里 向前爬去 点干木 显了出来 马上又一幕 在黑暗里边 一叠上海特别快 吐着肚子 哒哒哒 用着胡不吾的嗨 喊着颗夜明珠 龙似的 跑了过去 绕着那条胡线 又张着嘴 吼了一声 一道黑烟直拖到尾巴那儿 胡灯的光线 转到地平线下 一会儿便不见了 又静了下来 铁道交通门前 交错着汽车的 胡灯的光线 管交通门的道 拿着红绿旗 打开了那白脸红嘴唇 带了红宝石耳坠子的交通门 马上 汽车就跟着门 飞了过去 一长串 上了白旗的 接触的腿 点干木的腿 一切 敬物的腿 Rivio似的 把擦满了粉的大腿 交叉得伸出来的姑娘们 白旗的腿的航链 沿着那条尽敲的大路 从住宅的窗里 都会的眼珠子似的 透过了窗纱 偷溜了出来 淡红的 紫的 绿的 处处的灯光 汽车在一座别墅时的 小洋房前停了 巴巴的拉着喇叭 刘友德先生的西瓜皮帽上的 珊瑚截子 从车门里探了出来 黑毛隔背筋上 两只小口袋里挂着的 金表链上面的几个小金棒 叮当地响着 把他送出车外 送到这屋子里 他把半只雪茄扔在门外 回到客室 回来了吗 活泼地笑声 一位在年龄上是他的媳妇 在法律上是他的妻子的夫人 跑了进来 扯着他的鼻子道 快给我签张三千块钱的支票 上礼拜那些钱又用完了吗 不说话 把手里的一叠帐交给他 便拉他的蓝段袍的大袖子 往书房里跑 把笔送到他手里 我说 你说什么 堵着小红嘴 瞧了他一眼 便签了 他就低下脑袋 把小嘴凑到他大嘴上 晚饭你独自个儿吃吧 我和小的要出去 便笑着跑了出去 砰地合上门 他逃出手帕来 往嘴上一擦 麻纱手帕上 印着摊紧 倒想我的女儿呢 成天地缠着要钱 爹 一台脑袋 小德不知多多溜了进来 站在他旁边 见了猫的耗子似的 你怎么又回来了 姨娘 打电话叫我回来的 干嘛 拿钱 刘友的先生心里好笑 这女儿俩 真有他们的 他怎么会叫你回来 问我要钱 他不会要不成 是我要钱 你娘叫我 伴他去玩 忽然 门开了 你有现钱没有 刘颜容珠又跑了进来 只有一只刚用过扣单的小手 早就伸到他的口袋里 把皮夹拿了出来 红人的指甲数着钞票 一五 一十 二十 三百 五十留给你 多的我拿去了 多给你 晚上又不回来 做了个媚眼 拉着他法律上的儿子就走 儿子是衣架子 成天的读者给吉古鲁 看到时装杂志 把烫得有粗大明朗的 折纹的挂子 穿到身上 并带大的在中间留了个窝 拉着母亲的胳膊 坐到车上 上了白旗的街树的腿 垫干木的腿 一切进屋的腿 六式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 交叉得伸出来的姑娘们 白膝腿的行列 沿着那条静桥的大路 从住宅区的窗里 都会的眼珠子似的 透过了窗沙 透流了出来淡红的 紫的 绿的 厨女的灯光 开着1932年的心别课 是一个心想 1980年的恋爱方式 深秋的晚风吹来 吹动了儿子的领子 母亲的头发 全有点觉得凉 法律上的母亲 背在儿子的怀里道 可惜 你是我的儿子 嬉嬉地笑着 儿子在父亲吻过的 母亲的小嘴上吻了一下 差点把车 开到行人道上去了 雷莱特 伸着颜色的手指 在蓝墨水式的夜空里 写着大字 一个英国绅士 站在前面 穿了红的燕尾服 夹着手杖 那么精神抖擞的 在散步 脚下写着 Jone Walker Still Going Strong 路旁一小块草地上 展开了地产公司的 乌托邦 上面 一个抽吉时牌的 美国人看着 想再说 可惜 这是小人过的乌托邦 那片大草原里 还放不下我的一只脚呢 汽车前显出个人的影子 喇叭吼了一声 那人回过脑袋来一瞧 就从车轮前 溜到行人道上去了 龙珠 我们上哪儿去 随便那个 卡布瑞特里 去闹个新鲜吧 丽查 大华 我全玩腻了 泡马亭屋顶上 风阵上的金马 向着红月亮 撒开了四体 在那片大草地的四周 泛滥着光的海 罪恶的海浪 穆尔堂 亲在黑暗里 跪着 再替这些下地狱的男女祈祷 大世界的塔尖 拒绝了忏悔 骄傲地 瞧着这位于牧师 放射着一圈圈的灯光 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 一只塞克斯佛恩 正伸长了脖子 张着大嘴 呜呜地冲着他们嚷 当中 那片光滑的地板上 飘动的裙子 飘动的袍脚 精致的鞋跟 鞋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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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松的头发 和男子的脸 男子衬衫的白领 和女子的笑脸 伸着的胳膊 翡翠坠子 拖到肩上 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 椅子却是凌乱的 岸脚上 站着白衣试着 酒味 香水味 火腿蛋的气味 烟味 独身者 坐在脚鱼里 拿黑咖啡 刺激着 自家的神经 据着 华尔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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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飘 儿子 搓在 母亲的耳朵旁 说 有许多话 是一定要 跳着 华尔充 才能 说的 你是顶 好的 华尔充 的 鞋 可是容珠我爱你呢 觉得在轻轻地吻着鬓角 母亲躲在儿子的怀里滴滴地笑 一个冒充法国绅士的比利时珠宝钱客 凑在电影明星殷富蓉的耳朵旁说 你嘴上的笑是会使天下的女子妒忌的 可是我爱你呢 觉得轻轻地在吻着鬓角 便躲在怀里滴滴地笑 忽然看见手指上多了一只钻戒 珠宝钱客看见了流眼容珠 在殷芙蓉的肩上跟她点了点脑袋 笑了一笑 小德回过身来瞧见了殷芙蓉 也激咕噜地把眉毛扬了一下 舞着华尔充的旋律绕着他们的腿 他们的脚溅在华尔充上面 飘飘的 飘飘的 珠宝钱客凑在流眼容珠的耳朵旁 悄悄地说 你嘴上的笑是会使天下的女子妒忌的 可是我爱你呢 觉得轻轻地在吻着鬓角 便躲在怀里滴滴地笑 把唇上的胭脂印在白衬衫上面 小德凑在殷芙蓉的耳朵旁 悄悄地说 有许多话是一定要跳着华尔充才能说的 你是顶好的华尔充的舞驴 可是芙蓉 我爱你呢 觉得在轻轻地吻着鬓角 便躲在怀里滴滴地笑 独身者坐在脚鱼里喝黑咖啡 刺激着自家的神经 酒味 香水味 火腿蛋的气味 烟味 俺脚上站着白衣试着 椅子是凌乱的 可是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 翡翠坠子拖到肩上 伸着的胳膊 女子的笑脸和男子的衬衫的白领 男子的脸和蓬松的头发 精致的鞋跟 鞋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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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荡的袍脚 飘荡的裙子 当中是一片光滑的地板 呜呜地冲着人家嚷 那只Sixphone 伸长了脖子 张着大嘴 蔚蓝的黄昏 笼罩着 全场 推开玻璃门 这陷入的幻境就打破了 跑下扶梯 两六黄包车停在街旁 拉扯的分板站着 中间留了一道门灯光照着的路 争着日克上 奥斯汀海车 矮山客水 福特 别克跑车 别克小九 八起缸 六起缸 大月亮红着脸 盘身地走上 跑马厅的大草原上来了 街角卖大美晚报的 又卖大饼油条的嗓子嚷 Evening post 电车当当的使劲 布满了大简家的广告旗 和招牌的危险地带区 脚踏车挤在电车的旁边 瞧着也可怜 坐在黄包车上的水冰 击鼓着醉眼 瞧着那拉车的屁股 踹了一脚 便哈哈地笑了 红的交通灯 绿的交通灯 交通灯的柱子和印度寻步 一同地垂直在地上 交通灯一闪 便涌着人的潮 车的潮 这许多人 全像没了脑袋的苍蝇似的 一个fashion model 穿了她铺子里的衣服 来冒充贵妇人 电梯用15秒钟一次的速度 把人货物似的 抛到屋顶花园去 女秘书站在绸缎铺的橱窗外面 瞧着全丝面的法国creep 想起了经理的 刮得刀痕苍然的 嘴上的笑劲 主义者和党人 加了一大包传单躲过去 心里想 如果给抓住了 便在这里演说一番 蓝眼珠的姑娘 穿了窄裙 黑眼珠的姑娘 穿了长旗袍 腿骨间 有相同的媚态 街旁 一片空地里 竖起了金字塔式的高木架 粗壮的木腿插在泥里 顶上装了盏弧灯 倒照下来 照到底下每一条横木板上的人 这些人吆喝着 哎呀 几百丈高的木架顶上的木桩直坠下来 碰 把三包粗的大木柱撞到泥里去 四脚上全装着弧灯 强烈的光探照着这片空地 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 钢骨瓦碎堆 人扛着大木柱在沟里走 拖着悠长的影子 在前面的脚一滑摔倒了 木柱压到脊梁上 脊梁断了 嘴里挖的一口血 胡登 碰 木桩顺着木架又溜了上去 光着身子在梅屑路滚童子的孩子 大木架顶上的胡登在夜空里向月亮 见梅渣的媳妇 月亮有两个 月亮叫天狗吞了 月亮没有了 此时给搬了开去 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 钢骨瓦碎 还有一堆他的血 在血上铺上了市民土 造起了钢骨 新的饭店造起来了 新的舞厂造起来了 新的旅馆造起来了 把他的力气 把他的血 把他的生命压在底下 正和别的旅馆一样的 和刘友德先生刚跨进去的华东饭店 一样的 华东饭店里 二楼 白漆房间 古铜色的鸦片香味 拔雀牌 四郎探母 长三八躺白小仓妇 古龙香水和银浴味 白衣试着 长济前客 绑票匪 阴谋和诡计 白鹅浪人 三楼 白漆房间 古铜色的鸦片香味 麻将牌 四郎探母 长三骂躺白小仓妇 古龙香水和银浴味 白衣试着 长济前客 绑票匪 阴谋和诡计 白鹅浪人 四楼 白漆房间 古铜色的鸦片香味 麻雀牌 四郎探母 长三骂躺白小仓妇 古龙香水和银浴味 白衣试着 长济前客 绑票匪 阴谋和诡计 白鹅浪人 电梯 把他吐在四楼 柳油的先生 正哼着四郎探母 踏进了一间 享有着骨牌声的房间 点上了加利克 写了张局票 不一会儿 他也坐在桌旁 把一张中锋 用熟练的手法 怕碰上了他似的 抓了紧 一面却说 怎么一张好的 也抓不进来 一副老抹牌的脸 一面却细心的听着 因为不束胸 而被人家叫做 沙利文面包的 宝月老八的话 对不起刘大少 还得出条子 等回来抹完了牌 请过来坐 到我们家坐坐去呢 站在街角 只瞧着些黑眼珠子的石灰脸 躲在建筑物的阴影里 向来往的人喊着 拍卖行的火炬似的 老宝尾巴似的 拖在后边 到我们家坐坐去呢 那张别嘴说着 故意去碰在一个扁脸身上 扁脸笑 瞧了一瞧 指着自家的鼻子 弹着脑袋 好瓜老 碰大爷 年纪轻轻 朋友要紧 别嘴也笑 想不到我这印度小白脸 今儿倒也给人瞧上了 手往他脸上一抹 又走了 旁边一个长头发 不刮胡须的作家 正在瞧着好笑 心里想到了一个题目 第二回巡礼 都市黑暗面 简阅 索纳塔 忽然瞧见那别嘴的眼光 扫在自家脸上来了 马上就慌慌张张的往前跑 十灰脸躲在阴影里 老宝尾巴似的 拖在后边 躲在阴影里的 十灰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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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心里想 第一回巡礼 赌场 第二回巡礼 街头娼妓 第三回巡礼 无常 第四回巡礼 再说东方杂志 小说越报 文艺越刊 第一句就写 大马路 北京路 野鸡交易所 不行 有人拉了拉他的袖子 先生 一看是个老婆装着苦脸 抬起脑袋望着他 干嘛 请您给我看封信 行在哪 请您跟我到我家里去拿 就在这胡同里边 便跟着走 中国的悲剧 这里边一定有小说资料 1931年是我的年代了 东方小说 北斗 每月一篇 单行本 日一本 俄一本 各国一本 都出版 诺贝尔奖金 又伟大 又发财 拐进了一条小胡同 俺的什么都看不见 你家在哪 就在这 不远 先生 请您看封信 胡同的那边 有一支黄鹿灯 灯下是个女人 低着脑袋 站在那 老婆 忽然就装着苦脸 扯着她的袖子 道 先生 先生 这是我的媳妇 先生 可怜的 你给几个钱 我叫媳妇 陪你一晚上 救救咱们两条命 作家 扯着你 那女人 抬起脑袋来 两条影子 拖在 瘦 塞帮上 嘴角 浮出笑劲儿来 嘴角 浮出笑劲儿来 冒充 法国 绅士的比利时珠宝 钱客 凑在 流言 绒珠的耳朵旁 悄悄地说 你嘴上的笑 是会是天下的女子 妒忌的 喝一杯吧 在 高脚 玻璃杯上 流言 绒珠的两只 眼珠子 笑着 在 别克里 那两只 浸透了 cooktail的眼珠子 从外套的 皮领上 笑着 在 华帽饭店的 走廊里 那两只 浸透了 cooktail的眼珠子 从 披散的 头发边上 笑着 在 电梯上 那两只 眼珠子 在 紫眼皮下 笑着 在 黄帽饭店 七层楼上 一间房间里 那两只 眼珠子 在 焦红的 腮帮上 笑着 珠宝 钱客 在 自家的 鼻子底下 发现了 那一对 笑着的 眼珠子 笑着的 眼珠子 摆着 床巾 喘着气 喘着气 动也不动地 躺在 床上 床巾 融了的 雪 组织 在大建筑物 在大建筑物的 墙上 响着 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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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扯的脸上 喊 冒着 拉扯的心里 金阳钱 滚着 飞滚着 嘴水手 猛地跳了下来 跌到两扇 玻璃门 后边去了 Hello Master Master 那么地 嚷着 追到门边 印度寻部 把手里的棒 冲着他一扬 叫声 从门缝里 寄出来 酒香 从门缝里 寄出来 Jazz 从门缝里 寄出来 拉扯的 拉扯 车杠 摆在他前面的 是十二月的江峰 一个冷月 一条大建筑物 中间的身像 给扔在 欢乐外面 他也不想到自杀 只是 骂骂地 骂了一声 又往 生活里 走去了 空去了 这辆 黄包车 街上 只有月光了 月光照着 半边街 还有半边街 浸在黑暗里面 这黑暗里面 蹲着那家酒吧 酒吧的脑门上 一盏灯 是轻的 清光底下 站着个 化石式的 印度寻部 开着门 又关着门 鹦鹉式地 说着 Goodbye sir 从玻璃门里 走出个年轻人来 胳膊肘上 挂着条手杖 他从灯光下 走到黑暗里 又从黑暗里 走到月光下面 叹息了一下 叹息了一下 熙熙地向前走去 想到了 睡在别人床上的恋人 他走到江边 站在栏杆旁边 发正 东方的天上 太阳光 金色的眼珠子似的 在乌云里 在乌云里 睁开了 在浦东 一声男子的最高音 哎呀 哎呀 直飞上半天 和第一线的太阳光碰在一起 接着便来了 雄伟的合唱 睡熟了的建筑物 站了起来 抬着脑袋 卸了灰色的睡衣 将水 又哗啦哗啦地往东流 工厂的汽笛 也吼着 歌唱着新的生命 夜总会里的人们的命运 醒回来了 上海 上海 早在地狱上的 天堂 在1949之前的上海 远东第一大都市啊 远远超过当时的香港 啊 现在香港也不行了 上海也不可能行了 上海也不可能行了